主料,牛排100克,辅量,油,西兰花,西红柿,番茄酱,鸡蛋,一大滤面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取适量一大滤面,开锅煮大约5分钟的样子,煮出捞出沥干水分,放适量番茄酱调味,用煎锅中小火把牛排煎熟,大约14分钟的样子,煎鸡蛋一个, 把超好的西兰花和西红柿摆盘,加入挑好味的面,几煎好的牛排和鸡蛋,OK,烹饪技巧,煎牛排的时候,一定要用中小火,牛肉不一于板栗,甜螺,红糖,韭菜,白酒,猪肉同时,番茄酱又烹饰的比较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